人民真的不希望战争 所以我们当然也希望 台湾的我们的蔡政府 你也可以多多的去看一下 乌克兰 就借敬他 不要去走向那一步 我其实自己后来回去看了一下 2011年就是蔡英文 他当时所讲的那一段话 我真的觉得心有栖心 我天啊好感慨 我觉得他当时在那个时候讲 他可能是说真心话 但是你后来仔细的回到现在去看 你就觉得 怎么现在做的好像跟 之前讲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民进党的说法都会跟你说 是时空环境不同 你看是中国大陆先展现恶意的 不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也很想要跟他 有这个对等的对话等等的 我们再看一下陆委会 好光是陆委会的声明就知道 这么强硬干什么 然后每次有事没事 就开始在那边挑衅啊 然后这个中国大陆强硬了 我也要跟着强硬回去 就两个就是互不相让这样 所以包含我自己当时2016 就是我大概是1718的那个时候 在上海 那个时候其实两岸之间也没有那么紧张 然后呢 很多的人他是想要吸进去中国大陆工作的 我那个背景之下其实是这样子 很多人那时候说 哇宝珍好棒喔 你可以去中国大陆那边工作 有一个新的经验这样子 那个时空背景是长那样 后来我19年回到台湾的时候 我出任了这个民众党的发言人 我就被抹红抹到一个不行 然后说你看这个人在上海工作过 你看那是吧公仔 我觉得天哪 这差太多了吧 这是怎么会过了 就是1819这一个年度之后 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多 所以其实我的确自己会觉得很感慨 那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式是 即便真的已经回不到过去 如果两岸的这种关系回不到过去 但尽量去避免战争的发生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的底线 我觉得任何的人 不管你心里可能有台独意识也好 或是你可能心里就是真的很反共也好 等等等等的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自由 但是我觉得那个底线就是不要变成 要迈到这个战争的一个领域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台湾的领导人 就是我们的总统 我们的蔡政府 他必须要去负起的责任 应该要尽力的去避免战争的发生 不要像泽伦斯基 好泽伦斯基现在当然也是 这个所谓的英雄式的人物 你知道悲壮的英雄人物 但问题是很多很多的乌克兰的难民 去成就了你的英雄式的人物 我觉得这是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 人民真的不希望战争 所以我们当然也希望台湾的我们的蔡政府 你也可以多多的去看了一下乌克兰 就借敬他 不要去走向那一步 谢谢观看 咱们 继续 小色 镇峰 咱们 继续 咱们 镇峰 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